你是一隻豬頭 你車子太多應該賣我 你說你的手機要賣我兩萬 這邊真的是我覺得有點恐怖的地方 走直接走直接走 走過來 現在進入到了喝喝泡茶淋咖啡的時間了 去情報戰場吧 哈囉大家好 好久沒有剪片騎車了 那我們今天要去復興 不對啦 要去宜蘭 我們會走北橫過去 那現在在所謂的 三峽這邊的交接口 OK 準備出發 右手邊呢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 羅馬公路的入口 這邊 這邊一路可以去到關西 那我們要繼續前進囉 GO 北橫台西的整個沿路的風景 其實都還算蠻漂亮的 前面呢 我們會遇到就是這一個 這叫做 雪隧道 那左邊這邊進去有一些露營區 因為我們最近也蠻常在帶小朋友錄 經過這個 有點闖上這個隧道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 非常容易被忽略的景點 那怎麼說很容易被忽略呢 那一位你根本就看不到 就是這個融化壩 融化壩不是這個天橋 而是底下呢 有一個水壩 那它在哪裡呢 你必須要再往前騎一點 到34.9公里處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觀景台 當然它的視野是像這樣很遠 那我們就用空拍機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個融化壩 其實它很漂亮 也還蠻壯觀的 很像一個小的 河濟水庫的感覺啦 因為畢竟現在 中河濟已經沒辦法走嘛 河濟那塊還放掉了 那這邊會讓我有 以前經過河濟水庫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還蠻特別的 那現在這個 有一個小小泄水的地方呢 上面 就是剛剛的那個 好像看到天橋啊 的 所在位置 它是從那邊 直接下來 下來到這個水壩處 那 我們當然是進不來 我們是在 沙前面 沙洲的上面 然後 往水壩的這個方向看 很不錯的一個地方 很特別的景點 當然 很容易被忽略 大家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 停下來 稍微觀看一下 在 林太這個 花壩之後 沿途的風景就會越來越 漂亮 我覺得啦 那再往前走個四公里 這個右轉過後 你就會看到一個 這是粉色還算是紫色呢 這是一座橋樑 那也表示我們就到了 巴林 那巴林這個地方 算是一個在台積上面 非常熱鬧的一個聚落 巴林大橋 位在台積縣的16公里處 那它在2005年7月30日 落成開通 底下跨越的是大汗溪的上沿 那這邊還是屬於桃園市的復興區 那巴林是泰雅族語 其中的含義是 巨大神木的意思 來到這邊的人 多半都會停下來拍照打卡 休息 吃吃飯 吃什麼飯呢 就這旁邊會有一個小攤子 它有賣什麼炸薯餅 炸西哥吧 是不是 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我是吃過幾次啦 味道普普通通 久久才經過一次 就不太需要 開挑剔 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覺得怎麼樣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 那離開巴林之後 這一段不知道怎麼回事 可能是我不小心 按到了縮時設定 所以呢 整段路程 會到了這個地方 下一座橋 就是 大漢橋 這個地方呢 以前是 高空彈跳的勝地哦 只是現在 已經不准跳了 如果你經過還有看到 那一切都是 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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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後面的是我的一行朋友 那 我們今天接下來呢 要去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一次本趟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地 就是去 探險啦 好 好 決定要 爬上去 敲一敲 敲一敲 那句同講一遍 什麼耶 剛那句同講一遍 我要爬上去 敲一敲 有沒有什麼要先交代的 嗯 比這個招老頭姐壞得很 其實我已經忘記上次怎麼走了 哎 好 看到了 繩索在那邊 坦白講其實我新面還蠻緊張的 試試看吧 嗯 沒有繩索 但是有點絲滑 哇 好滑耶 繩索都很滑 這個地方呢 非常靠近 靠近冥池 就是冥池森林遊樂區 那 他這邊有一個小水池 水很冰涼 算是非常乾淨 有些人會在這裡泡茶聊天 還會有人在這邊釣魚 不過沒什麼魚啦 那我今天想要來就是再看看 因為我打算想要在 上面這邊看的不能夠 好這簡單的一關過了 業營 所以來勘察一下場地 那這個在 路旁邊呢 他本身也設有墓葬板 但是在墓葬板上面 大帳篷 聽說會被驅趕 聽說會被趕 但 露營應該也不會想要在 大馬路邊嘛 一堆人在你旁邊 因為我都沒有在爬山 開車秀來秀去的 也沒有在 其實也不會覺得放鬆 所以 在運動了現在 那邊我也沒有考慮過 所以 其實已經有點喘 那各位看到 這些 就是我所攀爬的一些繩子 80幾公斤應該撐得住了 都是全人所留下來的 這邊可能就是會有一些什麼登山客 的路徑吧 這個我不清楚 那總之 這些繩索 都是 前輩們留下來的 在爬的時候呢 也還是要小心一下 因為 不知道這些繩索 到底用了多久 或者是有沒有磨損 這一切的一些 活動 這些活動 都還是有一定風險存在 那大家就要自行評估 一切還是要小心 注意安全 這串 左邊這邊有繩索 要拉一下 我先搖一搖 因為這邊都是 我先搖一搖 很潮濕的地方 很怕都崩掉了 那邊的那根 繩索釣是讓給 釣下去的人爬上來用的 小心喔 小心喔 哇,現在上面有一大灘耶 哇,之前來全乾的 這邊董事會讓我 猶豫 猶豫 這個怎麼會讓我 上次來也讓我猶豫 再打我上來嗎 有看到繩索在晃 直接走 對 這一根比較恐怖 這一根會讓我猶豫 加上我們 手短腳短的 不像你們那麼高 哈哈哈哈 這應該可以撐住我的體重吧 哈哈哈哈 這個我會害怕 因為那種 也沒有常運動 對啊,這個比較恐怖 平常並沒有在爬山啦 或是探險之類的 所以 眼前的這一條 這樣還好 是會讓我猶豫 或是擔心的 因為它完全沒有所謂的 一個 穩定的立足 你必須要用繩索 支撐你的體重 然後用腳去踩 旁邊的岩壁 然後跨過去 不難 整體來講兵不難 但是就是 畢竟繩索不是自己準備 所以 心裡面 就是會有 擔心的成分存在 畢竟 這小小的一摔 也有一層樓的高度 而且 後果應該是 哇這次這樣水好多喔 我之前 我之前爬上來啊 就只有最右邊有水 這邊全部都是乾的 應該是前陣子 對,下來 對啊 這隻手 這隻手 對啊 旁邊 然後再拉這一個 這狗狗怎麼上來 喔狗狗很厲害 直接從這裡下來就好了 哈哈哈 感覺從那邊 我這邊那麼難走 我這邊比較好爽 狗狗來 坐雞就可以上來 經過 一樣啊 一樣啊 就第一個實力爬上 都會走用點 我可以 我可以怎麼 幫你呢 沒有,他自己可以 他只是出去爬完山 之前就沒力了 哈哈哈哈 你趕到他的路了 我趕到你的路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I sound right, boys 有,他自己騎著 沒力了 他昨天爬 他昨天爬 耶 讚啦 結果我們幾個 中年大都爬得這麼辛苦 你要過來嗎 馬上來了一隻小白犬 他啪嚕啪啪啪啪啪啪的就上來了 對啊,這一條要拉得比較危險 那我為什麼要爬得這麼辛苦啊 沒有,你過來拉著這根小蛤 為什麼 我先拿那邊掛過來 那邊掛一個 嗯 沒有,你先抓著 你先 手抓那個路幹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這樣踩過來 踩那裡 你踩到你可以踩的地方 好 好 來,拉繩子 就跨過來腳 跨過來腳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嘛,是越野人對不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人越野 走走 這樣走走 只用走的就好像不用跳 直接走就可以 走走 走左邊 走你左手邊 踩樹 踩樹的凹洞 左前面 對對對對對 我上次也是一個人自己爬上來啊 這邊 抓那根樹幹 手抓好樹幹 對對對 手抓好樹幹 然後 你先抓好樹幹 然後去踩 踩一個支點 右腳踩出來 踩一個支點 不用太高 不用太高 因為你要踩到底下的支點 我就踩那邊 對對對 看你樹後面的那個石頭 都可以 好,抓著抓著 黃繩 好,我幫你拉住 然後這隻腳跨過來就好 這隻腳直接跨過來 跨過來 好 恭喜 你看啊 你看啊,我又說 我又沒要帶柴刀來 就是這樣子啊 披荊斬棘用的 哈哈哈哈 你看這邊這樣就可以釣魚了 加菜 這邊就有人來 來那個啊 哇,這水好輕喔 我之前來就只有那裡而已啊 右邊一條 這邊全部都是 那個實地而已 可能前陣子下雨 嗯 你有來過一次啊 我來過一次 超高的 蛤 刺 這邊高低落差超大的 找那個 原路折返 哇,好痛好痛 哇 哇 哇,那個 那個 樹的那個筋幹上面有刺 超痛 哇 哇 隔流血 我細皮嫩肉了 這邊要小心 因為 你沒看清楚 要閃樹葉 你可能就踩空就掉下去 這邊嗎?你要過來是不是 我可以拿起來了 呵呵呵 這一根 比較有一點點挑戰 一隻腳踩 那個白色的 石頭那裡 右腳 樹竿旁邊那裡 就拉著這根樹枝 拉著這個樹竿 不會有問題 對 一隻腳過來 一隻腳過來 沒有沒有 那你可以拉到這個嗎 好 就跨過來了 就跨過來了 這個 真的有難度耶 嘿嘿嘿嘿 可是蠻好玩的 呵呵呵 身體的重心往後 然後腳踩在石頭上 左腳 左腳 左腳先出去 跨在你剛剛踩的那石頭上 身體重心往後躺了 這樣 對 你有沒有看那個飛虎隊 香港飛虎隊就是這樣 火 然後手抓樹幹 手抓樹幹 腳先跨過來 左腳先跨過來 左手再抓樹枝 左手 左邊的 左邊下面 對對對 這都很稠用 這都很稠用 對 你們繩子先不要共拉 因為你一人一放 你整個人會 因為這是同一條繩子 所以我要先過去 對好你先過來 因為我們一放 那個人會整個往後擋 但繩索就鬆掉了 好來 這稍微難一點 這要怎麼下去 恐怖的不是繩子 恐怖是這已經被磨成這樣了 現在進入到了喝喝泡茶淋咖啤的時間了 怎麼還沒好 我覺得等好久了 哈哈哈哈 那個海拔比較高 所以 大家要共接一點水 我們喝完了 錯了那邊啊 我們來上去再去裝點水就好了 沒有啊 這是我喝過的啊 洗個手 洗個臉 好冰涼啊 好冰涼啊 那在經過剛才的一番奮戰之後呢 我們現在也離開了 接下來馬上會到的就是明池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 那這邊已經算是宜蘭的大同鄉了 嗯 這裡是沒辦法錄影的啦 那這邊會有 一個明池 一個一個福 那個一個池嘛 那 可能很多人沒有進去過 那所以我這邊用通賣機 讓大家看一下明池的一個環境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我自己有進去過一次 但我覺得 沒什麼必要進去啦 因為 沒什麼好看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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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子湖 原為一處面積 約為三公頃的高山湖國 那裡面長有水草啦 然後 網路上說 晴山旅水 猶如人間仙境 但這個必須要是在 我覺得 嗯 日出或者是傍晚 就是陽光不是在頭頂的時候 明池這邊真的會很漂亮 要不然呢 就是 下午的時間 因為通常這邊 過了中午之後 就會起霧 那又是另外一種美 真的 那又是另外一種美 這種美 就叫做 朦朧美 OK 這個就是明池湖的一個 空拍的一個 概況 好 那當然 這個地方 還有 什麼 池園啊 一些小小的園區 還有森林 紅花步道 還有 服務中心 但旁邊還有明池山莊 可以提供住宿以及餐飲 那 喜歡的人 就可以 來走走看看囉 OK 接下來 從明池往宜蘭大同的這段路 是我覺得 我覺得 非常 舒服的一段道路 如果是 天氣很好的時候 陽光從樹梢的 鳳中灑下來的那個 金黃色光點在地上 你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 如果 是 起霧的日子 你會 就直接 就是 騎乘在 雨霧之中 那也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這地方有兩種 截然不同的感受 只是很可惜的 我們現在 是 沒有陽光 也沒有雨霧 只有一堆車草 這裡 這裡應該是原本 台積線 77公里的位置 只是因為 道路上做了一些修正 所以往後 推了大概 100公尺左右 新的777 你們有來打卡了嗎 那今天的節目 大概就到這裡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 再來 訂閱按讚加分享 這個是口號 不做也沒有關係啦 哈哈哈哈 只是後面可能會 嘿嘿嘿嘿嘿 很高 放入冰箱